我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 是泰国中部的旅游圣地 今年灾情严重 大城府的几处饲养鳄鱼的鳄鱼园被淹没 大约100条鳄鱼逃脱了 泰国自然资源部上周设立热线电话 鼓励灾区民众向政府汇报动物逃逸事件 特别是老虎 蛇 鳄鱼等可能伤人的动物 几天来大城府民众报告了多起目击鳄鱼事件 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 泰国公共卫生部以1000泰鱼约合33美元一条的价格 奖励活捉鳄鱼 荷兰人埃德温维克在曼谷南部经营一家动物救助中心 他近日参与了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援队 在大城府为被洪水围困的灾民输送救援物资 结果这位动物保护专家不但为当地居民 送去了急需的食物和药品 还救出了一位特殊的灾民 一只年幼的鳄鱼 这只小鳄鱼和其他三只鳄鱼一起 从被洪水冲垮的围栏中逃出 在附近游荡 还攻击了当地灾民 为求自保 民众杀死了三只鳄鱼 剩下这一只小鳄鱼被维克带走 交给了泰国渔业部门